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他在剧中的表现以后 大家感觉怎么样呢 加拉德龙也叫加拉特龙 他是自身实力超强的机械怪兽 初登场于欧武奥特曼 在他来到地球并分析了地球的状况后 决定消灭人类重塑地球生态 最终由欧武奥特曼出面 阻止并打败了他 本是纯白色的机器人 外表类似龙神 身体由胶状的弹簧悬架等 超越了地球物理定律的物质零件组成 身上装备着多件武器 如浮游炮和舰等 但通常都是处于倒置状态 只有在战斗的时候才会使用 眼部可以发出激光 激光击中目标以后 除了会引发爆炸外 还会出现魔法阵 从这点也可以看出 加拉德龙本身所在的世界的法则 和地球所在的宇宙中的法则 是完全不同的 这个模型做的其实挺失败的 在模型上 除了头部还有一点点相似以外 其他的地方做的都太失败了 不管是身体结构上 还是颜色上都差得太多 加拉德龙是奥特曼系列中 少见的颜值高 实力也高的怪兽 不仅是在怪兽中 就连奥特曼也有许多拼颜值拼不过他的 这个模型在我拿到手后 是翻遍了清单 挨个进行对照后 才知道这个模型的身份的 不知道有没有眼睛狠毒的小伙伴 可以一眼看出他是谁 如果要用一句话 来总结一下这个模型的话 那么这个模型就是 失败品中的失败品 如果你喜欢怪兽模型的话 可以点击下方的图片 一探究竟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各位小伙伴们 还有什么想看的奥特曼 或是怪兽的话 可以在下方评论处留言 在节目里会尽量满足大家的想法 咱们下期再见